來 現在我們進行到三十一條 三十一條 民進黨黨團協商修正 幾十萬元這條是建議刪除啦 是這樣子嘛 時代電各黨團都沒有其他的提案 請問我們就照 你三十一條你有 沒有啦 你沒有啦 三十一條我這邊沒有你們的資料 是不是三十一還是其他條文 因為我們沒有收到 我們只有收到民進黨黨團的協商修正條文 好啦 那 雖然說這個 這個民進黨的版本是要把這個全面平和把它刪除 但事實上全面平和其實是現行的制度 雖然說它發揮的功能不是那麼的大 但是不管怎麼樣 它仍然就是說在司法院 它這近幾年來對於這個所謂的全面平和 已經委託中安研究院 也在設計各種的方案 那能夠呢 那能夠呢去瞭解到說 在這個各個法官 他在這整個一個審判的實務裡面 他所面對的這些的困境以及如何去改善 那這些裡面可以看出說 哪些法官事實上是非常優良的 那哪些法官其實是帶觀察 那這些哪面他們所遇到的困境是什麼 那這個部分對於整個一個司法的一個改革 法官的這些的品質的一個提升 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那今天要把這樣的一個全面平和把它廢止掉 我是覺得應該要再深思啦 好 他在修正立法說明欄裡面 你們看一下啦 好來 來請李委員 這個喔我也同意那個 李委員的一個看法 其實今天我們經過這麼長的 前面的冗長的這樣的討論 其實他的核心就是在於 我們目前法官的評鑑的標準嘛 那你就是因為這個在長期 像不適任的法官如何來淘汰喔 這個我想也是社會的期待嘛 也是在這一次我們立法的基本的精神嘛 那如何淘汰這些恐龍法官 不適任的法官 他的評鑑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制度嘛 那我們的評鑑的方向 那我們當然就是前面講的嘛 他處理案件的能力 他的領導 領導的領導 領導運作的能力 還有綜合社會的理解能力 這個都是非常基本的嘛 那究竟我們為什麼要把這個整個拿掉 我實在也是很納悶啦 那你像人家日本 他的評鑑制度人家也是立得非常清楚啊 那為什麼我們這個要整個拿掉 我覺得這個 這個我跟郵委員的看法是一致的 好 來 那個施懷你說明一下 主席各位 這個特別跟大家報告就是說 我們現行的規定 是每三年要進行一次全面的平和啦 那我們已經進行過兩次 那當然花費的相當 我們第二次是委託中研院啦 那調查出來的 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非常好 那因為他有限定一定的期間 他不可能三年內中研院都要做這件事 那對於法官全面的監督跟淘汰 我要特別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這個後面的修法已經把 可以申請法官評鑑的 由目前的團體改為 每個個案的當事人或犯罪被害人 所以意思是說 在每個個案裡面 法官執行職務的情況 都要隨時受到監督 那這樣呢 會比現在的這個 發個問卷的全面平和應該更有效力 更有效力 那所以特別跟委員報告 在新的制度下 其實對於法官的 全面的監督跟淘汰 是比現有機制強非常非常的多 簡單講啦 過去是三年 至少平和一次啦 但現在是 只要有個案你就可以平和啦 所以 比過去這三年還嚴謹啦 所以就不需要所謂的三年啦 就是你後面已經有一個補強的措施 所以這一條就沒有必要 別闖駕屋啦 是這樣子啦 齁 個案評鑑是個案評鑑 全面平和是全面平和 個案評鑑是被動的 今天有個案然後他提出 那只是原來的個案是要透過團體 透過律師公會或透過民間團體來送進來 那現在只是 現在就是說多開放的 讓當事人他可以去提出個案評鑑 所以呢 個案評鑑通常會是一個被動的 就當事人覺得忍無可忍的時候才會提出來 那全面平和是整體去看說 我們整個法官的品質到底如何 所以司法院其實已經透過這段研究 已經有某種程度的進展 在這個裡面其實會看到說 好哪些的法官優良的 不然剛剛司法院講說 90%的法官是優良的 沒有錯 但是這些優良的法官他怎樣優良 應該讓社會知道 所以這個部分其實我們在講說 全面平和應該適度的公開 讓社會知道 我們這些的法官對人民遇到的這些案子 怎麼樣苦民所苦 怎麼樣去把這些案子做得多好 然後對於這些不適任的法官 他到底是哪些的東西 可能是需要制度去改善的 可能是他個人的品性的問題等等 那這些也就要去促進他改善 那這個東西不一定都會通過個案的評鑑 所以在這裡這兩個是一個不一樣的制度 那既然已經有施行 忽然說他做的不是那麼的 效果不是那麼的好 但至少努力去做已經有一些的成果出來 那是不是這樣子只是因為要開放個案的評鑑 就把這樣一個全面平和拿掉 我是覺得有點矯枉過正 謝謝 我想這個 有關這一陣 過去是有全面平和和個案評鑑 過去的個案評鑑是透過 包括第一次團體以及市改會 那現在對於這個個案評 對市改會問題大家 對於特定團體壟斷這個問題 大家很有意見 那未來就是開放個案評鑑 每一個人都可以 當市委員會 當市委員會 我都送了 這整個次數的大翻轉 這次大翻轉的時候 我們這整個改變了 所以過去的全面平和 剛才也講過 這個透過中央研究院 最近半年內 就這樣一個去前面的平和 也沒有對待公佈 剛才我們一晚講的就是說 又讓法官要不要表揚一下 要讓大家知道 事實上沒有 現在是我們 我們是要讓不好的法官 讓他有推行機制 讓他我們去評鑑他 讓他有所懲戒 是這個 我們現在在解決這個問題 沒有辦法去注意說 這幾個不好 那不是這樣的思維 所以這個制度改變的時候 是一個大翻轉 當然其實後面還有 到底 剛才評鑑 還要不要團體評鑑的問題 團體來送的問題 那等一下再討論 那整個制度的改變的時候 我是覺得 這個全面平和 市場本來的作用也不大 沒有對待公佈 也作用不大 所以我們黨團的意見是如此 至於有沒有個人意見 讓我們逆行處理好不好 否則的話我們黨的內部都不同意見 我們怎麼在這裡協商呢 那 洪金兄 所謂個案評鑑 不是被動 是主動可以由 當事人提出 我這樣子 我們會提出一個修正動議出來 反正 就這樣 我們就照這樣走 不過只是 我還是講真的 這個評鑑制度還是要有存在的必要性 那如果 反正就這樣繼續走 不是 這樣走我要 我要是 我要是 我要刪除還是要保留 如果你要提修正動議 我就要保留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知道 所以你這一條 是要 提修正動議 我們當然就要保留 好 那我們就保留 連中委員都覺得 他們這個都效果有限了 那如果中委員都覺得效果有限 為什麼我們也要保留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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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條保留 那32條 我們就維持現行條文 不予修正 不予修正 32條 我們就維持現行條文 不予修正 好 我們就通過